现在我们来看看说一说 新学年开始了 与同学分享你的学习计划 并邀请他们一起进行 首先 接着 然后 过后 最后 所以呢这些就是一个连词 连词的作用就是把两个句子连接在一起 第一课 踏上学习的真图 在透明的灯光下 我打开未完成的英文作业 我看着摊在眼前的字母 仿佛看见千千万万只横行的螃蟹 正张牙舞爪的向我爬来 心里没来由的沉重 别说思考 就连提笔也没进而 为什么我没进而提笔 因为我觉得英文作业很难 所以就不喜欢英文也没有进而提笔 这个时候 一只不识相的蚊子 飞过来叮咬我 啪的一声 我狠狠地往手臂打去 蚊子机灵地飞走了 手臂上倒是留下一个手印 雪红雪红的长印 像极了成绩彻理英文科的分数 刺眼的红色 不断在我眼里扩大扩大 可恶的蚊子又飞过来了 忽高忽低 忽近忽远 似乎在向我叫嚣 我拿起电文拍 扑上扑下的追打蚊子 却怎么也打不着 我心里又急又气 眼泪叙速夺眶而出 妈妈等我哭够了 气消了才递给我一本书 一行烫金字月入眼帘 以待风范礼光前 这个月可以用跳 走和飞来代替 这是一本生动的画册 述说华人企业家 教育家和慈善家 李光前先生的奋斗史 李光前在十岁那年 跟着父亲搬迁到新加坡谋生 因为家境不好 只好暴读专收穷苦印度学童的学校 一群穷孩子很快打成一片 他用英语和淡美尔语 和同学沟通 周末时 他坚持学习中文 立志长大后要干一番大事业 十九岁那年 他白天教书 晚上为华文报翻译 电讯稿 过着左手打蚊子 又手写稿的日子 虽然常常被文子叮咬 他却不当一回事 看到这里 我顿时明白了妈妈的用意 我英文不好 并不是我天字不好 而是我毅力不足 不够刻苦学习 当下 我立下志愿 要向尖贤看齐 学习他在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学习的精神 所以 读到这一段 这说明 李光潜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光潜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他不仅白天教书 晚上还为华文报翻译电讯稿 你是否也跟我一样 视英文为洪水蒙兽 正烦恼着如何搞好英文 古往今来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是鼓励人们向上的最佳座右鸣 证明了顽强的毅力可征服世界 一只蚊子 不过是几十毫米大的小东西 打蚊子 所留下的血红巴掌印 让我明白了 遇到挫折时 不要逃避 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以不怕吃苦的精神乐观面对 就一定能够换取成功的喜悦 所以读完这课后呢 你要明白课文的精华 所以就是 生活中的逆境 是上天给我们磨念的宝贵机会 只要抱着不屈不饶的精神坚持到底 我们就可以在逆境中创造顺境 读读写写写写 进 顺口溢水 顺口溢 顺溢地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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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之而 三点水而 有圆沟 知多一点 理解四字词语 说一句话 是上天给你 张牙 张牙舞爪 呼近呼远 铺上铺下 又挤又气 夺矿而出 夺矿而出 月入眼帘 刻苦学习 洪水猛兽 征服世界 今日看古思 四月的江南乡村 农市繁忙 没有人闲着 开学了 学子们也要积极向上 向古人看齐 乡村 四月 绿边山园 摆满川 子归生里 雨如烟 乡村 四月 闲人少 材料 餐桑 又叉田 那这一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课再见